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到这个上街示威的这种方式 你跟Berset有很大的分歧 所以事情闹得很大 很多人觉得说当初你对Berset的批评 从一开始是这个设计 他们的文宣的设计 你再往上批评 先点燃那个战火 当时很多人说 其实大家同一阵线 有需要这样公开批评吗 当然要啊 你Berset的是官方网站 official web page 没有其他管道可以表达吗 如果是我批评Berset的某一个人 穿衣服穿外的去搞快散 你这个秋房又特地玩野了 特地找茶了 人家就快散了 快散衣服穿兜兵又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从来不做我的方式 但是你Berset official web page 你的设计小好盖很差的设计 一看明眼的人是不会设计的人去做设计 再来 连Maria Giner 马来文的文革翻译都错误 翻译错误 所以意味着 不会翻译的人翻译 不会设计的人设计 最大问题是 没有管这个官方网站的人负责 你至少有一个老鬼嘛 一个老鬼负责 scan过你下面的马仔做东西的 这个可以上 这个要修正 这个翻译错误 这个认识一点可能更新大雅 没有 因为他们整方人是unprofessional 你在做做一个专业的一个 他们很讨厌这种字眼的 因为很多声音讲 我们不用讲专业的 我们讲这个情 我们要鼓励各个社会阶层 参与这个抗争 对我而言 即使是非政府组织 都要专业 所以为什么我去号召人家 上街抗议的人 我的点心率高 我觉得很一直啊 为什么有些人没有 因为有些人讲 马来西亚公民抗命 上街示威 是一个公民权益 请大家在5月多号上街 blink如水 这样的视频 做100个都没有作用的 为什么我5月讲 大家都会收购 今天某种数据 我还讲很多东西啊 但是我不会介绍你 现在 为什么会这样做 为什么会有很多情绪的表现 让你不表情 要身体圆 因为这样才会使劲 Cash the Hypo 这个叫专业 对 做文宣专业跟不专业的人 好了 我觉得Blessy他们那班 管中文网站根本就不专业 所以我要批评 你要做好 在Doy 请人给Doy 是不是你做好 但是什么 你们是没有 你们扩大我那个批评 想我批评 一个叫阿杰的女孩子 只是设计不行 扩大到我去批评 所有Blessy的义工 这是有隐义诚的做法 扩大那个矛盾 因为就是那班文人 都去跟我在史东党 接个院 然后放在Blessy放大他 直到我批评 妈妈Blessy也批评 快闪的也批评 派传达也批评 Come on 我只是批评你Blessy 网站的负责人 不专业 你特地蓄意去玩他这个东西 所以你本质是用心良诚 希望教他们 那其实没有其他管道吗 需要在公开在面子书上 做批评吗 当你是面子书做official web page 你这个已经蠢到不能再蠢了 因为里面的人也认识 筹款也是一样 筹款也是一样 马里亚金 筹款 靠那些西根文人去用那个 倒那个美国的那些水那些 那个剑洞人的方法 结果 什么全都筹不到 为什么我一下子 能不通过一碗可以收30多万 方法 一人筹十块钱 小额捐款 才是真正社会抗诊运动的法门 为什么你们不是这样厉害 这样有社会精人 想不到这个方法 要学美国搞剑洞人去倒 指定四个人捐款 这种最差的东西 我指定你 多一些钱 可以多一些钱 再来马里亚金人讲什么 我们筹了百多万的时候讲 我们只要二十万过了 不用了 stop 筹款是要建议名气的嘛 建议整个社会的这个 这个 对国阵愤怒的这个度 每一天都公布 三十万 四十五万 八十万 一百万 那就是最怕嘛 哪有说到我九十多万的时候 总共讲stop 我们的整个抗争活动只用二十五万 我怎么能不骂呢 因为我有份号召人去捐款的 come on 所以讲不好听 整班人现在有很多小火鸡 小学机上有东西啊 小火鸡根本就是中产迷地 学者 没有准备要跟对方逼到他下台 只是做一个展示的动作 我们出来示威 示威玩回家 我觉得这个当中 我觉得设置两个部分吧 一个是 本来他们的这个方向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方向 跟目标 他也会说 我为什么像你刚刚说的 别人跟你玩的是什么泳春拳 你玩的是泰拳 同样啦 今天这是你要的啊 但是对他们来说 这个组织要的本来就是那个方式 为什么一定要跟你秋冠要的方式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在他们做文宣也好 他们有可能做的那个方式不一样 只是方式上的不一样 你需要像打国阵一样打他们吗 没有我只知道是 有效的方式 跟无效的方式 即使你说我们只是要求人家33个小时 最后我也修正我的名场 我U-turn 他们就像我U-turn嘛 如果是我像某些人 从头开始就叫人家不去 而且不断在FB发文算你 讲你运动你失败 而我最后是U-turn为了大局 还跟你筹款 还出谋宪策 还去找600条T恤 而引诱人家过夜 撞到你的身世 哎 你没有服务我 你反正说我在分量你社医 Come on 你们再加我小加价一点 对我二人根本没有 所谓我们要齐欠 这个也是个很重要的论述 行动上要齐欠 sorry 我发音不久了 要齐欠你社医 齐欠什么 你Blessia用不是一只旗 出来准备竞选的 你Blessia不是成立一个Blessia党 来接大选要跟香港分议席的 香港就有 香港学运结果就会转成政党 所以香港传统的民主党就很怕激进民主派 吃掉它的地盘 所以他们就争到把旗 不然这些根本 我们是整个运动收割的最大得益者 我们为什么要齐欠你 我们祝福你 还跟你筹款 还技巧上指导你 要好的抬登身 要有厕所流动厕所 要有给消业 那他们讲 啊抗争运动不需要的 不需要 所以我们更 你不用担心人家齐欠 因为你厉害的话 你说我齐欠 你本身又不是想转进行为政党 你又不要竞选了 那我们非常高兴 希望你做得成功 我发现你的那个 这个对于政治的这个想法呢 是很多很务实很谈策略 如果在Merset这个事件上 同样用务实跟策略的话 你觉得在面子书上 教他们这个 怎么做好文宣 跟怎么做好市卫运动 比较有策略有效果 还是 跟他们安排另外的交流 跟他们 当面的谈这个话 你比较有策略 当我批评过后 我结果就安排了很多设计师 三个 一同时我搞医生 这个画展 找到三个画展 愿意 无条件 不收稿费 跟他们设计 但是你先打了一拳 再帮人家敷药 小气哦 很多人看到你们这个情况 就觉得说 本来大家应该合作的 结果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交二方式 接下来未来也很难再合作 没有 社运本来就应该有不同的观点来证问 不是一元堂 它不是共产党 指导一个运动 我们现在准备上前走 向左转就不能向右转 社运应该是兼容并包 里面有不同的人 所以你作为社运的主席 Maria Jin 你就应该监听这名 你要听不同的英雄好汉讲话 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独特地方 有一个人叫超文 非常嚣张 不过讲话 make sense 诶 他说什么呀 他有没有能力帮忙我从款 他提的批评有些是有情绪的 各表情绪过是不是 事实 可是策略上是不是应该先认同 谁是最大的敌人呢 没有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 Blessis应该要兼容并包 里小龙异害是因为 兼容并包 中国全能够打的 日本全能够打的 西洋全都他全部都要 所以Blessis应该问题就是 不能够允许批评 排他 只要一种声音 在里面就是要摸头 他们为什么这样讨厌你 就是因为 抗争32 32小时过后 准备接受祝福的时候 就有一些人讲 你的厕所不够 你的台灯声不够 音响不好 准备面对人家祝福的时候 就有杂音 这个杂音是什么呢 在马大五个青年团 秋光药后面写了 你马大辩论队的以前的精英 应该是受谁谁影响 所以发文章 FB 数落我们 全部把它打成秋光药集团 大家都明白 我跟他们都是点头自教 我跟很多马大的才女 都是点头自教 根本电话都没有 我怎么指挥人家助文靠 怎么指挥人家 我们一起来打分析 come on 这根本是债状怨马 可见他们的格局小 里面只有一种声音 不同声音就是什么声音 这个不是事实 好 我们尊重你的言论 也要说以上言论 不代表本节目立场